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10月9日星期一的晚上 打完風的晚上 有傳女班 有朱子葉 有彭程 Hello Chloe 你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回來D100這裡順利嗎 順利 因為我也要錄音樂節目 幸好自己開車 當時風不太厲害 好一點 因為這個小犬 這個颱風 老實說 沒想過 真的會打成 沒想過 去到9日 今早搞到差不多 11點多的時候 才下降 但是無論如何 都會見到 沒有預期 也沒有準備 我想不單止我 有很多朋友 我就看到 譬如說 他們要上班 甚至乎 在機場 要出來的時候 他們沒有開車 像你一樣 自己開車方便 一點點 乘車都遇上了很多麻煩 真的 因為都見朋友 去到乘地鐵 然後才發覺沒有車 即是晚上的時候 然後就在這裡等 等了很久 幸好有些地鐵 好像都開了一班半班出來 即是最後到下8號的時候 下8號的時候 即是維持有限度服務 可能有些斷 即是有些路斷 但是在街上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有些朋友 剛剛從外地回來的 都比較徬徨 第一就是因為 不知道能不能下機 第二 下機回來之後 又怎樣回家 我今天都見到 黃雨絲 我這個姐妹 他在機場 就回到銅鑼灣 真的大件事 即是他說在乘的士的時候 你知道 這樣的9號風球當中 當然會怎樣 朱智堯你覺得 那當然是開天殺價 對 他打算叫Uber 誰知道叫不到 沒有車 後來就打算乘的士 哇 機場花銅鑼灣多少錢 三千元 你沒事吧 三千元又真的太過份 是不是很過份 真的超過份 他當然不肯上車 你上不上 我當然不上 你當然不上 好像炒黃牛飛 你不會 一萬八萬 你都會給的 不會啊 雖然你說 我真的 回不了家 其實是什麼 你說吧 其實都明白 你打風 他沒有保險包 很多時候 我們都可能要加一百元 等等 我覺得這些 都還可以接受 但你說到 一程車變成三千元 真的太過份了 那你覺得一百元可以接受 是嗎 其實他們不應該出來開車 因為他的車真的遇到任何事情 他都沒有保險 明白 如果他冒著生命的危險 又或者車受損的危險 然後我要在你的車程上 再加五十元一百元 我覺得這個還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 但你去到三千元 真的太過份了 對不起 一百元 已經沒有這些好人出現了 最後黃宇斯遇到一個好人 他真的這樣說 這個真的很好人 這個跳標 只加六百元 六百元 是不是很好人 真的很好人 我覺得很好 所以 真的慘 原來我們對好人的定義 以及對於給多一百元 以為自己 你覺得你自己很好人 給多一百元 不是 他們請求要多一百元 這個是行程基本 對 一百元 你覺得他收你一百元 他是好人 你也覺得自己給一百元是好人 是不是 你不是 你們不算好人 記住 以後 好人 六百元 OK 我真的看完之後 我真的跌了在地上 昨天打風 然後 還沒有這麼厲害的時候 昨天應該這樣說 昨天 早上 還沒有掛 不過 預計了 接下來會改爆風球 下去買東西 去附近的超市場買東西 回來見到我大廈的看家 跟他說了兩句 他說 很麻煩 坐車 上班 無論如何都要開工 他們趕著要回來 他說 他有一次 在下班的時候 下班 包含風球 坐車 我住在東區 看家 就住香港 那天 他就說 他叫車回家 他想著 都像你這樣說 好人 我們做好人 一百元 對不起 沒有 叫不到車 最後 他叫車 歌司機說 一千 由東區 回香港 一千元 還有 歌司機說 但是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搭 還要停車 沒錯 泥蠻 車四個 然後 我的大廈保安 就說 如果你車四個 我不要車 我寧願今晚在這裡睡 終於他那晚選擇 就沒有回家 那次應該是散足 也說已經是很多年前 你知道 現在通脹 物價飛漲 所以好人 由一百元 已經跳到六百元 由一千元 已經跳到三千元 天啊 真可憐 我真的冒煙 完全覺得冒煙 所以我在新聞裡 看到朋友 哎呀 下了九號風球 所以沒有車搭 然後真的坐在地鐵邊等 然後等到有車 沒有啊 我也是等到有車回去 除非有的士可以載我去哪裡 再怎樣 要不然我也是在這裡等 我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他一定要在那裡等 因為已經不是幾百元 解決到的問題 你明白 已經是用簽做單位的問題 其實真的 如果是我 可能我也是在那裡等 昨晚這些事件 都是冰山一角 剛才我跟你說 這麼多 我今天看很多不同的新聞 都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大家遇上那些開天殺價的的士 因為好像你說的 沒辦法 沒有保險 所以就是要收貴一點 剛剛接 但也不是誇張到這個情形 難怪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喜歡 所以你看到 譬如我今天看新聞 你又覺得雖然一個極端 就要收三千元 由機場出來 另一個極端就是 例如說 有一格的士百排車 九號風球 就加價 然後乘客滯留 有些好心的旅遊巴士 公司人間有愛 發起一些意在的行動 那些真的人間有愛 但在你最需要它的時候 這真的是雪中送炭 其實是否可以 當地鐵要關門的時候 其實是否可以有這些回答 會否可以跟這些 旅遊巴士公司 本身都談好了 有這些情況 如果你們都願意 那不如有這個服務 為何不可以這樣 會否好些 怎樣 跟這些旅遊巴士公司 其實每次八號風球以上 即到九號 就一定會沒有所有的車 除了的士之外 而這些旅遊巴士公司 亦都這麼好 這麼友善 去意在 也不要說 需不需要意在 可能其實 這個可以是一個生意 你不要說要收這麼貴 如果它有一個普通 基本的收費 其實也有很多人回答 但他們那些又可以解決嗎 他們那些什麼保險 其實也不可以解決 也不包 只不過既然他都願意做義工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不介意保險這個問題 有這樣的情況當然好 但有些人起事上來又怎樣揹 我覺得這些好心事當然是好的 當然就是 不過你一方面 鼓勵有這些好心的人 有疑在 你想想人間送暖 但那邊箱就是 你要回家嗎 可以 我把刀在這裡 見面嗎 為什麼你又不去壓止 有這樣的情形 我完全想不明白 所以這個世界簡直是 有些混亂 我覺得很難壓止 如果去壓止 就簡直不應該有車在街上 你連付3000元的選擇也沒有 你只可以坐在那裡等 坐在一個有下車頭的地方等 等到下坡為止 所以地鐵就說我們有限度提供一些簡單的乾糧給大家 不如這樣 以後這些日子在地鐵被人在那裡過夜 或者有些睡覺的物資 或者最近那些什麼 好像梁顯利 避寒地鼠中心 社區中心 接大家去那裡 是不是這樣 你接了大家去那裡 不如你送回家 對不對 但我又覺得另一方面 不是說不讓你車出去 你可以停而走險 好 預算都給你100里 對不對 但我覺得真的不太過分 真的過分了一些 是不是 三兩百我還能接受到 你說到一千元 三千元 真的很過分 而且有時候不只是這些打風的日子 你開天煞 之前也聽不少 蘭桂坊去銅鑼灣 現在也還有 當然有 生意不好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說到這些 難怪大家都 伊蘭萍這些 真的 接下來又說有些風球 好像又來 不過又說不是吹正香港 大家留意 這十月的時候 一打風 果然真的很猛 你想想 機場回來 完結一個旅程 當然是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地去旅程 開開心心地回家 誰知遇上這些事情 就不開心 不過這樣 去旅行 又真的都未必一定開心 又真的 是不是 有些旅程 本來很開心地去 又未必開心地回家 可能是吵架地回家 沒錯 其實去旅行 真是一個 很考驗兩個人的感情 或者很看清楚對方的生活模式 或者脾性的一個方式 是 是不是有些故事 又是關於這些 的壞事 其實看到一個報道 就是說 一對情侶 出遊五天 就罵分手 女朋友就罵爆男朋友 黃子病 為什麼黃子病 總之兩個就不適合 叫吵架出行難免 其實一對情侶 拍拖三年 他們就去台灣旅遊 去花蓮玩 已經不斷地 因為這些大小事 就叫吵架 最後女方 摊牌要分手 誰知道 亦點出了很多男朋友的各樣行徑 有些不好的事情 令到網民在這裏說 她又不適合她又不適合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不適合的 女生就說 其實拍拖都差不多三年了 這次真的忍無可忍 三年 你都沒想過 因為其實我看這個報道 如果看不到她說拍拖三年 以為她剛剛拍拖 剛剛拍拖 未太了解對方 原來拍拖三年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花蓮 每一天三十八度 令到男朋友脾氣很臭 五天的行程 全程不停吵架 我們每年都有少許旅行 每一次都未好 但這次真的嚴重破滅 即是說他們不是未去過旅行 其實他們在這齊三年 都不是第一次去旅行 不是 也不是未試過 為何這次這麼大件事 又說要分手 可能是天氣炎熱的關係 他就說 不停抱怨這五天 又不規劃行程 不停怪對方的行程 拍拖得不好 出行之前 其實他出行之前 已經找男朋友談過行程 但他完全不參與 於是我就把我的行程規劃好 就傳給他看 他都說可以的 結果去到墨迫地 就開始怨這樣 怨那樣 這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會來這些地方 也經常去到景點 他只顧著打機 就不肯下車 就叫他自己先下車 他自己先打一會 女朋友就覺得 我也不知道你做什麼 我是跟你來旅行 你在車上打機 我就先下車 顧著打機 對 然後女朋友另外 每一次下車 可能關門稍微大力了一點 大力關門 男朋友就罵了 你這麼大力關門 每一次下車之後 他都會看看他的外車有沒有受傷 而且男朋友也不幫我拍照 只顧著自己拍照 否則就叫路人拍 大概就是這樣 哎呀 看上去男朋友也有點不對 也不對 其實去旅行為什麼還要打機 打機回家打 對 然後行程已經安排好 大家一起去玩 什麼地方想去 或者大家都會先計劃好 大部份都 但如果他又不肯計劃 你不計劃 那我就計劃 但如果我計劃 去到你又幾天 為什麼你又不計劃 對 重點是功課我做起了 我又有傳給你的 如果你看到 對 全部都是風景 很悶 我喜歡玩 找東西玩 找個有機器打的地方 給我打機也可以 但要說 對 其實老實這些 就是芝麻綠豆的小事 不過這些肯定是什麼 三年差不多了 去這些旅程 看過男生的款式 都是想什麼呢 如果讓我看到 你剛才這樣說的 他又不是去過旅行 之前都不是這樣 這次肯定要做一些小動作 想告訴一個女生 他好像想飛他 去旅行和他拍照 拍拖也是這樣 怎麼會不同的女生拍照 反過來女生拍照 大家都會拍合照 山門生得大力 平時都可能是山門生得大力 沒理由這三年 突然今年才生得大力 對 他不在那裡打機 什麼時候都打的 是要做給他看 我去旅行 我寧願打機 我都不想跟你走出去 這樣 最大的行動 去證明他已經不喜歡他 我猜是這樣 我也知道男生喜歡打機 就要打完一個遊戲 才可以下車 也知道 是 如果是這樣 你真的跟那個男生這麼久 你都明知道他的習慣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還要趕他下車 證明大家都有點不合 但去旅行 對著幾天困獸鬥 一吵架是真的大問題 不過有哪一對情侶不吵架 有哪一對情侶 或者哪一對夫妻 在旅行的時候 是沒有吵架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吵架的情形 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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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吵架 都是小事 沒錯 每次都是為小事吵架 走快點 你搞到我排不及隊 你趕不及 趕日 遲早就沒有這班車 沒有這班車 進不到去哪裡看博物館 對 遲出門口 這些 睡晚了 然後這些都是 我不知道 如果你拍拖三年都去過旅行 兩個人一間房 霸佔廁所用 或者用烏尼麻茶 這些吵不吵 這些我又覺得 如果他們拍了這麼久 而他們有一起住過 基本上不會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這個和日常的生活習慣 其實都吻合 都很有關係 對 但如果不是一起住 去過這個旅行 當然很容易 會分手 有時的衛生習慣 或者霸佔廁所 女人都用廁所很久 你不是啊 你又用得久 廁所板又不敢回落 那些芝麻綠豆 好了 夜晚睡覺 雜星 都是那些 避寒 什麼什麼 我覺得 吵架吵得最多 有時如果你真的開車去那些旅行 就是開車出色點 一個開車 一個坐在旁邊 指手或腳 指短點 是啊 他開車 有時你會說 轉左轉右 那些 你只坐路 變成又會吵架 到我們開車了 他坐在旁邊 你不覺得女人開車 男人很喜歡在那裡指點嗎 是啊 其實大部份 懂得開車好一點的人 自己開開車 突然間有個人幫他開車 他已經不太看得過眼 就好像女人進廁所 好像男人進廁所 譬如說 你自己煮飯 這樣才算 可能有個婆婆走進來 看見你煮飯 這樣就會看不過眼 變成你開慣車的人 突然間 你變成不是開車的那個 你看著別人開車 你就很多時候看不過眼 是啊 所以又是這些小節 買東西要等 整個旅行 老實說 你真的有很多位置 是可以吵架 這是真的 但是既然都是 出來去旅行 都是只有那幾天 更加何況你們 又未必一起住 何不好好珍惜這些 短短相聚的日子 這樣 是不是真的要分手 但反過來 又是真的 在那個時間 可能你又很容易 看清到對方 鮮為人知 在你心目中 覺得鮮為人知的一面 是不是到底是這樣 所以真的很容易分手 去完旅行分手的人 是不是真的很多 是不是真的為這些 芝麻綠豆的小事 值不值得呢 是的 我們休息之後 再和大家一起聊 好嗎 轉頭再聊